第十六个练习 信念功课之三 你体重过重 你试过节食却无效 你告诉自己你想减肥 到现在为止我说过的话你也都听进去了 于是你改变信念 你说 由于我相信自己过重 我就真的过重 我且感情更张 想象自己有一个理想的体重 但你发现你仍然吃得过多 在你心目中 你看自己仍旧过重 仍在想象那些糖果点心 而以你们的话来说 你向你的想象力数百齐 于是你认为意志力根本无用 而有意识的思想也毫无力量可言 但假设你越过了这一点 在全然绝望中 你说 好吧 我且再深一层的来看看我的信念 你可能发现你相信你这人没有价值 或体重是健康的表征 你是如此的脆弱 随时会受欺误 因此你需要重量 以便那些人在把你推来挤去之前多考虑一下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 这些概念将是你可以意识到的 你常常怀着这些想法 而你的想象与情绪都是与它们一致的 而非冲突的 为了第三个信念功课 在你的日志里写下你对以下这些范围里的信念 我对世界显出来的是什么样子 世界对我的反应如何 我自己看我是什么样子 我对我自己的反应如何 再一次的以事实来开始 你的年龄 性别 身高 体重 婚姻状况 教育程度 职业履历 然后想象这些事实 你是某个年纪的事实 对别人有何影响 对你自己有何影响 你或别人认为你是年老或年轻 正过巅峰时期 少不更事 就每一个事实 问问自己像这样的问题 然后继续描写你的个性 你的特点 你的技术 也包括正面 不局限的信念 为着练习之故 试着感知你的想象力在你对自己的信念里扮演的角色 在你脑海里有什么画面 这画面与你列出的信念符合与否 如果不符合 重新检查你的信念 你也许会找到在它们后面 而与你的想象相合的其他信念 你要明白 借着改变在你脑海里的画面 你也可以改变你的信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